7月10日,由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指导,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8第17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今开幕,大会以融合发展协同共治。 新时代新征程新动能为主题,会上,工信部副部长陈兆雄指出,网络强国建设,不断取得新成就,一是网络加快演进升级,万物互联新基础日益坚实,二是企业竞争力不断攀升,市场新兴主体快速成长,三是融合应用持续深化,经济新动能显著增强。 陈兆雄强调,牢牢把握网络强国建设新要求,推动我国互联网发展在上新台阶,坚持创新发展,抓紧突破前沿技术,关键核心技术,推进立足本土,面向全球的应用创新,商业模式创新, 构建起充满升级活力的互联网创新生态体系,坚持融合发展,促进产业数字化,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,打造新动能,推动新发展,坚持共享发展,加快网络运用普及,缩小数字鸿沟,提供更高效,更放心,更普惠的信息服务,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, 坚持安全发展,加强安全法规,制度,技术体系建设,全面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,网络数据,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能力,坚持开放发展,促进技术开放,平台开放,产业开放,努力打造跨平台,跨行业,跨国界的开放型产业生态,光明荣媒记者刘坤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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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